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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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胞電台每個禮拜都會有活動 這次剛好是講恐怖故事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把它錄下來 像我們這樣子 台灣的民眾發生過的事件 看看大家有沒有 什麼想法吧 那個小表姐彎 因為我們年紀比較稍微相近一點 大概差不多五歲左右 可是她那個地方很詭異 就是她在大午山莊裡面 然後呢有一天呢 我就跟我表姐說 晚上要去她家住 她說喔好啊 但是你走路來的時候不要回頭喔 我說喔什麼意思啊 她說你不要問那麼多 你走過來就對了 然後我就說好 那天晚上就走去她家 因為她們家就是那種 有庭院的 然後是那種大門 然後後來 我就還是轉頭了 然後轉頭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有一種怪怪的感覺 我就覺得不對勁感 我就用 跑白米的速度 然後趕快進房間 然後我就有點害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玻璃窗就面對了那個 垃圾場 我就把門窗都關 就是窗戶都關好 然後到了半夜 我就突然看到窗戶 有一個東西飄過去 我就回頭看我表姐一下 我說欸是那個嗎 她說對 但最恐怖的不是在這 我回頭看那個垃圾場那個地方 當天好像當天晚上 有警察來 原因是因為 那裡有一個女生被粉絲 然後她的屍體 全部在心理箱裡面 我表姐說 她是七孔流血 看著她 跟她求救 我表姐說 叫我不要回頭 結束了 故事的主角是我哥 還有我爸媽 或許我還沒出生吧 所以這件事情 是我媽跟我說 我才知道的 有一天我們全家好 去某個公園玩 小孩子都會到處跑跳 看到什麼都想撿 想摸摸看 正常吧 結果那一次 我哥 他看到地上有一小塊的瓦片 他很好奇 跑去摸一摸 發現是有一個東西 被埋在土裡面 後期心驅使之下 他就開始把瓦片周遭的土給挖開 挖了挖的 就在這個時候 我媽突然發現了 就趕快過來看我哥在挖什麼 結果他發現我哥 已經挖出了一個很大的瓦的蓋子 瓦聲還在土裡面 沒有准個露出來 他發覺大事不妙 就叫我爸趕快來幫忙 把土給埋回去 畢竟也沒有人會沒事把瓦埋在公園的土裡 然後他就趕快說很多聲的對不起 帶我們離開那個公園回家 因為我們小時候的家還蠻小的 只有一個房間 再加上那件事情才剛發生 我媽就比較神經質很容易擔心 所以當天晚上 我哥是跟我爸媽睡在一起的 結果他擔心的事情真的發生了 當天半夜 我媽突然間醒來 發現我哥好像哪裡也不舒服在動 就摸了摸頭發現是正在發燒 後來他就起身 去準備施毛巾給我哥擦身體 一回來就看到 有一個女的飄在空中 而且整個身體是跟我哥平行 幾乎要貼到我哥的身上 當下他好像看到了獵物一樣 直直的盯著我哥 我媽很害怕就趕快把我爸叫起來 但因為我爸跟我哥了一樣是麻瓜 所以根本就看不到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他很相信我媽 所以很冷靜的趕快去佛堂牢 拿我們家的令旗來 那是一隻當初指定要來我家的令旗 就可以保佑整個家的平安 然後念了一些佛經還是什麼的 趕快請他離開 隔天我哥就被帶去收盡了 這件事情才告一段落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每次除了地上的紅包白包不要亂撿之外 也不要好奇說他地上的東西 連公園都會有這種不知道是誰來的大瓮 然後就這麼剛好被一個小朋友挖出來 就算你不是故意冒犯另一個世界 也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盯上 希望這個故事除了很嚇人之外 也能讓大家多多注意身邊的小朋友 不要因為一時的好奇而迎來什麼奇怪的事情 好 以上是聶兒的分享 聶兒講的故事我應該給他35 然後波波講的故事呢我給他38 那聶兒為什麼會給他35呢 因為我知道聶兒他蠻有那個體質的人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有更精彩的故事 只是他沒有端出來而已 波波他恐怖的地方是在於說 他有看到那個黑衣 我這個故事呢 是我錄製半年左右的故事 這個故事也是想 就是給大家一個警告 好 這警告其實就是 你不要說是什麼 剛剛學一點點的法術 或者是你自己是有 就是法律或者是什麼 你是修道或者是修什麼的 所以那些你們最好不要養小鬼 這個是一個關於養小鬼的故事 之後半年的故事 然後其實我的工作其實是防重 我的體質呢是會在夢中看到鬼 而在夢中呢我會感覺得到他們的感覺和情緒 有時候有些靈體會想找我來幫忙 而有一些呢其實是不懷好意的 而他們呢會把他們想讓我知道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資訊 就是會直接讓我體會 包括他們死亡時候的痛處跟心情 我等於就是一個重播器一樣 重播著他們的死亡畫面 也有做一般的單位的 可是老闆卻指定了我 是做全公司所有的事故房的單位 而我在那半年呢其實做過很多大大小小的案 那時候呢我同事向我推薦了一個客戶 他大概三十多歲 我就叫他A先生 他說他要找一間很便宜的房子 我就跟他說 嗯我有一些便宜的單位啊 你想要找哪一種 如果便宜的話使用面積會很小喔 他跟我說我要找那些發生過事故的 這下我就還了 因為我這是第一次聽到有人上門來找這種事故房住的 我也亂般阻攔地跟他說 而且他也好像沒有聽過我說的話一樣 一直就是要找事故房來住 那我也只好答應他 我把我一個裝滿凶宅資料的文件夾交給他看 簡單說明一下我的這一個文件夾 這上面呢除了那些單位的實用面積 幾房幾廳 還有就是出過什麼事故 警方的調查報告 而這位A先生呢 根本就沒有看什麼實用面積幾房幾廳 而是一直在看那個警方的調查報告 在那時候我就突然靈機一動 我就問他 你是打算養小鬼吧 這時候他就瞪大了眼睛看著我 很憤怒地說 你不該問的就別問 你只是一個銷售員 有生意給你做就不錯了 而被罵的我也只好忍著 就跟他說一句 抱歉 那我要推薦給你嗎 不用 他狠狠地跟我說了一句 最後呢 他也選好了 他選了一間曾經有人自分的單位 不過我也只能帶他去看看單位 他一到了單位 他的臉上 就露出了一個很滿意的笑容 一直說 很好 很好 看完房之後 我就跟A先生回到公司處理人間 在香港如果要租這種事故房的話 要簽一份客戶自願居住授權書 而他看也沒看的就直接簽了 我也最後的提醒了他一句 你真的要住在這吧 還有其他可以做 他也沒說什麼 就直接帶著鑰匙走了 而我們公司呢 其實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每隔一個月 我們就要去看看情況 如果一年之後 沒事的話就很好 如果有事的話 就要看情況做事 一個月之後 因為A先生是我的客戶 所以我要探訪他 當我到了他家的門口 我就感覺到氣溫下降了 那個空氣開始變冷了 當時我也沒想這麼多 只想快快地探訪完 就離開了 我就敲了敲門 他就慢慢地把門打開 我看到了A先生 他的臉色 比起第一次我看到他的時候 更加蒼白 更加瘦了一樣 臉上沒有什麼血色 而我也照程序地問候了他一下 之後就給了他一份文件 而這一份文件 其實就是確認他願意繼續租下去的確認書 他也表示一切安好 簽完文件之後就 第一聲把門關上 我被這一聲嚇了一跳 我也沒想著什麼 只希望A先生沒事 直到三個月之後 我再次致電了A先生 說明自己會什麼時候去找他 A先生也同意了 他說他會等我 我也按照了這個約定好的時間 出去去找A先生 可是這一次 不管我怎麼敲他的門也沒有反應 而我也突然有了一種感覺 出色 我用鑰匙打開他的房門 而我突然聞到了一股血腥味 我就走向了他的房間 把門打開 這個情景 我永遠都不會忘掉 彭坐在床上 他面前是一個小盒子 盒子上面有一些符咒 而他的手上拿著一把刀 脖子上面有一條血痕 血潜到房間的死腫 也流到了他的床上 突然他的頭轉向了我 露出一個詭異的笑容 可他的眼角 卻流下了眼淚 我嚇得馬上跑出房間 打電話報警 警方來了之後 也被這個情景給嚇了一跳 因為警方 也是第一次見到這麼詭異的情況 而我也被列為嫌疑了 最後被警方逮捕 而調查後的結果是自殺 而且他已經死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的嫌疑也沒了 而我也被放了回去 我在警方清理完現場之後 我又回到了A先生的單位 A先生的單位已經清理乾淨了 只不過潛在房間牆壁上面的血跡 不能夠徹底的清理 而我也在A先生自殺的房間上面 上了住香 香燒了起來 可香燒的有點怪 它是一直飄向客廳 我也察覺到有點不對勁 我就把我背包裡面的黑糖香點了起來 雙手拿出我的平安符 團坐在客廳的中央 雙手合十 閉上眼睛 不到幾分鐘 我就進入到我的夢中世界 我看到了A先生 他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面 看著電視 電視一直播著 藍色的畫面 一直難難之餘 突然 他轉過頭來看著我 他眼淚慢慢的流 他對我說 我不該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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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不養他 就沒事了 我有感覺到他的後悔 恐懼 悔恨 所以我也跟他說 抱歉 我 我沒有能力可以幫到你 就在我說完的時候 一個全身冒著黑煙的男子 從房間裡面走得出來 他全身的皮膚是一種熏黑的顏色 以一個詭異的笑容看著我看 我感到了一股強烈的恐懼感 心臟不停的加速 他說 既然來了 就別回去吧 而恐懼感 也開始 更加的強烈 我有開始覺得 呼吸困難 就在我快不行的時候 突然被一股金光包圍著 慢慢的 感到了安心 平靜 不 這是我的 啊 他大聲的說著 我全身上下冷汗直冒 我手上的平安符 也變成了黑色 最後 我也把這一個房子 列入了我四股房文件夾之中 最危險的房子 而我也發誓 永遠都不會再踏入這股 四股房奔布 這 就是我的故事 故事 說完了 我自己在當兵的時候遇到的 當時是在我們當兵的時候 心訓中心 我覺得我們在當兵的時候 音長 對我們每一個人都非常好 不管是在訓練啊 然後或是吃飯什麼 或是我們去洗澡的時間 都是讓我們有非常足夠的時間 去活動 所以有時候大家都是七點才洗澡 但是我們是五點半就可以洗澡 所以很多的時間可以慢慢洗這樣 然後我們有一個人 他有一次也是去晚上的時候 大概九點多 他才跑去偷偷摸摸的講說 九點後再去洗澡 是不用去人擠人的 而且也很安靜這樣 他就九點半左右 他才偷偷的跑去洗澡 自己在那邊一個人洗 很開心 然後突然就隔壁 就是有一個聲音傳出來 就跟他說 隔壁的弟兄 你有沒有洗髮精 然後他就說 我有啊 他就把他的洗髮精 就是從那個門的隔間 往上要傳給他 然後他就奇怪 為什麼沒有人拿 他就說 你要不要拿 但是隔壁就沒有聲音了 他就也不以為意就回來 結果就繼續洗完 就走出來了這樣 走出來之後他也就 他就自己在想 說隔壁到底有沒有人 為什麼 感覺是人家在整他 因為他在洗的過程 隔壁其實沒有水的聲音 但是他很清楚 有一個人跟他叫要洗髮精這樣 他也跟他講說 我的頭一直洗不乾淨 過了很久 大概我們已經是軍中都要 在離開那個訓的時候都要打靶 然後有一次我們去打靶的時候 然後銀長他平常對我們來講 都非常的 非常的nice這樣 那天我們打不好 然後所以他很生氣 動作不白好啊 然後話都沒在聽 有的沒有的這樣 然後我們講說奇怪 然後那個銀長 怎麼突然這麼兇啊 銀長他罵完之後他想說 我要告訴你們 為什麼我每一次在打靶區的時候 都要這麼嚴格 他說在好久好久 幾年前 打靶的時候過程 然後有一個心訓的人 他突然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在打的時候 就把槍放下 就往前衝 那這個那個瞬間太快 所以打的時候沒有人 沒有人注意到 他就跑到前面 突然就被後面的人打到 然後就從他的頭上打下去 然後那個被打到的人 當場就死掉了 這件事情也有上到新聞過 就是廠區發生什麼事情 有的沒有的 事情發生之後 一陣子這邊都會有一些 有些人就說 晚上洗澡的時候 會有人跟你講 我的頭洗不乾淨 因為為什麼會洗不乾淨 就是因為當時被爆頭 所以他就是沒有辦法是 洗不乾淨 所以這件事情就 之後結束之後 我們就去跟那個班長講 說好像有誰遇到 然後班長就說幹 怎麼會有遇到 然後班長講說 以後不要再超過那個時間去洗澡 然後那個洗澡間 我們也都是正常時間在使用 只是不會那麼晚去使用 水果人呢 Jane的故事 阿西呢 防重 事故房的故事 我不得不說阿西是不是 維藤的粉絲啊 故事 說完了 故事 說完了 阿西他的故事 給他 50分 水果人的故事呢 我給他45分 阿西的故事 絕對符合這個分數 聽起來跟小說情節 我是覺得 真的沒什麼兩樣 但又很符合他 水果人的故事呢 我個人也是覺得 非常的精彩 洗澡的時候 那個鬼 跟他借七八經 怎麼洗都洗不乾淨 原來是因為那個鬼 打把他手被爆頭 最後這個連結也是有 爆點的 可希臘 就是阿西的故事 太精彩了 如果可能他不是碰到阿西 我覺得他的故事 應該會很會 因為我本身是護理人員 那我就講一個 我在醫院發生的故事好了 我最有印象的一次實習 是在外科實習的 需要進手術房 然後要看醫生 在那個手術房開刀的畫面 那有時候如果醫生 就是心血來潮 他會叫我們去幫他拿刀啊 或者拿一些器械 做那個殺手護士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其實都要去練習 怎麼殺手 怎麼穿手術衣 那我很有印象的是 那一天我們接到的是一個 連環春禍的案子 那醫生後面其實我們會加一個 很像樓梯的東西 那我們的身高可以站起來看到 醫生跟那一個被開刀的人員 他的狀況 那個時候是拍在第一排 第一排看到的狀況比較寫實 因為我對於血是沒有反應的 所以我並不會暈血 因為那一天很累 那一天我們站了不只一台刀 所以其實我在前面我有點 站到有點想要 就是有點暈血 我就跟我旁邊的朋友說 我有點不舒服 我想要去外面這樣 我朋友沒有回應 我就去搖他 說欸你怎麼了 他還是一樣沒有回應我 他就眼睜睜 就一直盯著那一個 在被開刀的那一位病人 然後我就覺得 他的狀況很不對勁 我就往旁邊叫了一下老師 然後老師看到那個同學 就是怪怪的 就跟我說 你把那個同學帶出去這樣 然後我就說好 我就把那個同學拉著 我們就往外走 可是我發現那個同學 他的力量有點大 我拉不動他 他就感覺很像是 黏在那個梯子上面 動也不動 突然他就開始尖叫 我們大家都被嚇到 連那個醫生都嚇到 差點要割到其他地方 那個醫生就罵髒話 就說搞什麼鬼啊 不知道我在開刀嗎 然後他這麼一罵那個同學 就突然忍住 他就真的抖了一下 抖很大力 然後就暈過去了 然後醫生也說 趕快把他帶走啦 搞什麼東西 我把那個同學 就跟著我的朋友 就一起帶出去這樣子 那同學一到了走廊 他又開始尖叫 而且他叫得很大聲 他叫到連隔壁手術室的人 都跑出來一看 他又跪著 然後一直尖叫 一直用頭去撞 他地板 就是一直撞 撞撞撞 然後我們都嚇到 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也不知道 也不敢去攔著他 就讓他一直撞 後來有那邊的男護理師 覺得不太對 要趕快去把他攔著 不然這樣再撞下去 可能會出死 我就想辦法把他用棉被啊 或用什麼東西把他包起來 他還是繼續 然後我們懷疑 他是已經有點癲血放作 所以我們就趕快把他帶去急診室 急診室好不容易 把他固定在床上之後 把他的家人 叫請過來醫院的時候 家人就說他並沒有癲血 他從來沒有這些狀況 為什麼今天會這樣 然後我們也都猜不出原因來 我們就想說 那 因為我們也不想 往靈驗方面去想嘛 因為你們知道 醫護人員就是很理性化的 可是我們的老師 他就 比較相信宗教 老師就把他的護身符拿起來 掛在同學身上 希望這樣子他會沒事 後來老師掛完之後 那個同學也醒來了 可是那個同學不知道 自己發生什麼事 他只知道他頭很痛 我們就跟他講了 剛剛他發生的一切 他說 他只記得 他聞到一股血腥味之後 他就沒有意思了 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做了什麼事 後來 他的狀況好一點了之後 我們就請他的家人 在他去廟裡面拜拜 之後就 我們就沒有再跟那個同學聯絡 因為他也沒有回來實習 好 那我就結束了 謝謝 這是我朋友經歷的故事 萊西亞中學畢業後 只要滿17歲 就會用抽籤的方式去服役 就是類似當兵 但是我們是稱為 National Service Training Program 就是國民服務 而且是不分男女 男女都會要去 有機會要去當兵 服務這樣 然後 所以 每當畢業的時候 其實可能每個人都會 祈禱說 不要抽中 不要抽中 我也是不要 然後 但是是我朋友就被抽中 然後 他們 他就跟幾個同學 一起去報名 那個營地去做服務 只是三個月而已 可是 三個月回來過後 他們都說 很好玩 很愉快 一點都不是我想像 我們想像中那種 當兵服役的情況 然後 我朋友說 但是有一些狀況發生是 宿舍的教官 教官他有警告 女生宿舍們說 在這三個月裡面 一定要遵守規矩 要注意 尤其是 最後一個月的時候 更加不要鬆懈 然後 果不其然 就有事情發生在 最後一個月的 某一個晚上 我的朋友 在宿舍 準備睡覺的時候 突然 應該說 因為 我們有三大種族 華人 或是 印度人 或者是原住民 會比較早回宿舍 馬來人就需要去祈禱 祈禱後 他們就比較晚回到宿舍 那時候 我朋友說 他睡著了 他是側躺的 側躺向左邊 然後 他隱約聽到 身邊有一個 突然有很慘叫的聲音 然後 他注意到 左邊的天花板的燈是關著的 只有後面 身後右邊的燈是亮著的 過後 他就轉過身 右側躺的時候 然後 他發現 住在床 床 位置的上面 有三四個人 壓著一個馬來女生的手腳 那個女生的身體是 懸浮在空中 然後 很猙獰的 慘叫著 然後 身邊還有很多人 圍繞著他 就不斷的念可蘭經 就很像回教讀的 經這樣子 然後 我朋友就開始有點緊張 然後 也有聽到他們說 要找水 要找水 因為好像 可能是要用聖水 來跟他驅魔 所以他就很緊張的 他就反回去 不敢看 不敢繼續看 然後 他是天主教 他就心裡面一直夢念著 主啊 請救救我 主啊 請救救我 就這樣子過了 那一個晚上 那天起來 大家當沒有事情 幾天過後的一個禮拜日 禮拜天晚上 他那一天是下大雨 起大風 同樣的 他們吃完晚餐過後 馬來同胞也會去祈禱 然後剩下的其他人 就會在大禮堂上活動 突然 從埋人的祈禱室那邊聽來 聽到一個慘叫聲 所以大家就很緊張很緊張 教官們就開始叫 全部人 以各自的宗教信仰集合在一邊 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祈禱 他們有請來一個巫師 正要走過去祈禱室去幫他驅魔 還沒有結束的是 後來幾天的課程活動 教官都取消了 因為大家都很害怕 他們在安慰著其他同學的時候 發現旁邊坐著一個原住民 開始覺得突然很冷 然後他們就開始幫他搓手搓腳 幫他取弄 但他的樣子越來越不對勁 過後也是把他帶去買來祈禱室 幫他祈禱 就連續這三件事過後 我朋友聽說 有三隻東西 他們是三角鏈 所以被影響的三個人必須隔離 然後這三個人過後也是提早結束服務 然後就離開了營地 其實我朋友去的那個軍營 剛好附近是我們馬來西亞的一個富貴山長 就是有墳墓 就在個壁山 聽說 為什麼都是馬來人會 馬來女生會遇到這樣子的事情是 其實馬來人女生的衛生棉 就是用過後是需要清洗的 如果你沒有清洗甘心 他會引來那種髒東西 就是這樣 醫院這個故事呢 我給他40分 魯魯的故事我也是給他40分 因為醫院的故事呢 我是覺得算是蠻恐怖的 那魯魯的故事呢 馬來西亞嘛 本來就會有各式各樣的宗教 傳說說馬來西亞的鬼特別的多嘛 但我覺得呢 魯魯的故事呢 他有一個比較弱勢的地方 就是 這故事 不是他親身經歷的嘛 所以 我覺得這一點是比較可惜 他精神經歷都可能就可能 會給他40分以上這樣 就是軟貓類台賽 這次的活動啊 我個人是覺得很好玩的啦 那尤其是裡面有講到 阿希那個事故房嘛 就讓我想到我前幾天的時候 我去載了一個APP 事故地圖 就是你打開來 然後指針滑到你要好的地方 他就以為說 喔 附近有幾件事故這樣子 然後你怎麼 他殺幾年 1993年都要記載 戰榮命案 然後我是康寧錄一段228號 我是覺得這個APP還蠻酷的 他竟然可以統計說 哪裡有什麼命案 哪裡有發生過什麼命案 我覺得不如 我怎麼真的好痛啊 破皮 結果剛好剩這個氣氛 聽完大家的鬼故事 就來用這個事故地圖 出去看看 哪邊有什麼命案 然後去那個命案現場看看 到底是什麼樣吧 我們走吧 是Creators at Taiwan 是為台灣新媒體創造者 打造全新平台 想多了解CAT的話 就下載 哈密 videoAPP 進入CATEMO公館吧